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这段影片是讲中三的第二 是讲一个关于进制的 我们去到这个影片就是讲这个 16进制 Hesidensimal System OK 这个system是讲16 Base 是16 之前我们学了10进制的Base 是10 二进制的Base 是2 这个Base 是16 你可以想一想 刚才我们看过二进制只有0和1 因为去到2的时候就没有2 就要进位了 那16进制是怎样呢 那就是去到123456789 去到10呢 它都没进位的 因为它是去到15 接着16才进位的 是吧 但是我们如果写的数字出来 是写做10的话 那就进了位了 去了下一个位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位来看的时候呢 就不会 就不会 用10来代表真的10的 就会用A字来代表10的 因为如果你用了10的话 就会变成10 10就变成一个 1就变成第二个位 那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就有A B C D E F 来代表 11 12 13 14 15 那记住没有16的 因为16进制是不会有16的嘛 就好像二进制那样就不会有2的嘛 十进制那样也都不会有10的嘛 不过十进制我们通常都会有10字的 因为大家一用开都是10的嘛 所以呢我们就要提示 如果大家看到不同的位置 也都会有不同的位置 那16进制的呢 就会用16来做B C D E F 那你记住右下角要返回16 那B呢 就代表位置是11 那以这个例子为一个讲解呢 就是数字呢 就有4啦 B啦0啦7啦 那它的位置呢 就分别是最后那个就是7的 7个位置 16的0次方啦 记得B C D E F 16的1次方 16的2次方 16的3次方 而4这个位置其实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4乘以16的3次方 好像之前那样 而B呢是什么啊 B就是11的意思嘛 B就是11的意思 OK B是11的意思 所以这里就是11乘以 PACE VALUE就是16的2次方啦 行不行 我们就不会写11 如果我写 你想想一下如果我写11下去 那就变成4 1 1 1 0 7 那PACE VALUE就是不会 人家不知道你这两个人是同一格 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去用B来代表 OK 接着就会是0啦 接着就会是7啦 那就代表10乘16的1次方 7乘16的0次方 OK 那这个就叫做expanded form 就是这一条式呢 那么长的式就是expanded form Base就是16的 OK 那记住 这个Base的数字呢 是不可以 omit的 cannot be omitted 因为10进制用开的就不舍都知道 10进制啦 但是16进制你不舍都知道 10进制 无端端有个数字是4B07 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是吧 难道4B07吗 OK 就不是这样想的 行不行 那这个简单的概念 就让大家明白什么叫10进制啦 那么短片就到这里啦